今天我用一个视频教会大家两款爆浆蛋糕 一个是海盐芝士奶盖爆浆蛋糕 一个是豆乳奶盖爆浆蛋糕 配方在视频的最后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做起来吧 我们先做海盐芝士的 我们先将牛奶加入锅中 电磁炉开小火 让它慢慢加热 将蛋黄 还有玉米淀粉加入盆中 我们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 牛奶微微冒热气后我们关火 慢慢倒入边倒边搅 反锅继续小火加热 电磁炉开小火 我们边加热边搅拌它 锅中的酱慢慢慢慢的变浓稠了 搅拌至这样细腻 有光滑的时候 提起来没有流动性 然后我们就关火白砂糖冒入 用它的温柱来将白砂糖融化 它是比较细腻的没有颗粒 海盐芝士馅的我们一部分做好了 将它贴面冷藏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做海盐芝士部分 将我们的奶油奶酪 还有白砂糖倒入盆中 稍微将它搅拌松滑 现在可以加入海盐用食盐代替是可以的 好稍微将它搅打一下 按压 倒入淡奶油 好淡奶油分两次加入 搅打松滑 慢慢的它们两者就融合了 加第二次 同样用打蛋器将它们混合 我们搅打顺滑后 看一下是没有颗粒的 好现在我们加入酸奶 一次性倒入就可以了 将两者融合 我们搅拌均匀后 拿出我们刚刚做好的酱 然后分两次加入 然后倒在裱花袋里 然后倒出来是有柔性的 做好后我们放进冰箱冷藏 我们来做另外一个shape 好现在我们来做豆乳奶盖酱 豆乳奶盖酱要比我们刚刚的 海盐芝士酱要简单很多 这个是无糖度浆 还有奶油倒入锅中 让它加热 在加热的过程中 我们将蛋黄玉米淀粉 倒入盆中 将它搅拌均匀 加热至冒热气后我们关火 然后同样是慢慢倒入我们的盆中 倒完后我们反锅 电磁炉开小火 好继续加热 边加热我们边搅拌 加热是比较浓稠的一个状态 现在就光破 然后加入我们的白砂糖 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增和减都可以 搅拌均匀 好现在我们将它凉一下 然后就倒入我们的表袋里 好我们这个酱稍微要稀一点 要是放冰箱将它冷藏 摸起来没有温度为止 我们的两种爆漿已经量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取两个四寸的蛋糕拍 在中间挖一个小洞 用一个硬围边 要比我们的四寸高一点 然后将两个围起来 从中间挤上来 稍微将它晃平整一下 海盐芝士奶盖上面 撒一层薄脆 也可以用杏仁片 在上面撒上一点防潮糖粉 好现在在我们的豆乳奶盖上面 撒上熟的黄豆粉 黄豆粉撒厚一点 因为吃起来口感也会好很多 给它积一个蝴蝶结 两款爆漿我们的全部都做好了 也给大家展现了 在大家做的过程中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